这个视频我们来学习一下浪漫的徐志摩及其诗歌创作 新文化运动之后 白话文成了文学的主流 文学家们用白话文创作了很多的小说 戏剧和散文 但如何使用白话文来创造诗歌却难住了大家 这时大家放眼西方 发现美国大诗人惠特曼正在提倡自由体 也就是不讲求诗歌的韵律与节奏 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国内的诗人们深受震怒 于是出现了像郭沫若这样的自由体天才诗人 但当天才的天赋用尽之后 又不知道怎么写了 诗人们冲归理性 发现不论是中国传统诗歌的评则 押韵 还是西方诗歌的音齿 一阳格等概念 都能让诗歌写得更好 于是大家博彩众长 以这些概念为依托 创造了很多优美的诗歌 徐志摩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 当我们读到徐志摩的诗歌 首先能够感受到的就是音律的协调与美感 要想了解诗歌的音乐美 就要了解三种概念 评则 押韵与音节 所谓平泽就是指汉语中的音调 音平 阳平是平声 赏声 去声为泽声 根据语意选择恰当的平泽音 能够让诗歌读起来更符合情感 而押韵则是指诗行的最后一个字 韵母要一样 比如 瞧 消 就是凹的韵 这都算是押韵了 而音节则指诗行中在哪里做小停顿 比如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应该是 这是 一沟绝望的死水 音节也就是二二三二结构 音节有了节奏感 诗歌读起来也就美妙了 徐志摩的诗可以做到 评测 押韵与音节的完美结合 比如 他的雪花的快乐 假如 我是一朵雪花 偏偏地在半空里飘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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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从音节上 大家都可以看出 二四二 三四二 三四二 二二二 四三二 这样的音节排步 错落有致 读起来朗朗上口 从押韵上看 雪花 飘洒 押韵 方向 飞扬 也押韵 而从平字上看呢 飞是音频 扬是扬评 在读音上就有起飞的感觉 而词的含义也是飞声 这样的词意和读音 就完美地结合到一起了 徐志摩的诗 肯定是精心打造过呀 不只有音乐美 在徐志摩的诗中 我们还能感受到强烈的绘画美 所谓绘画美 就是说 在看到诗句之后 脑海中就能想象到 相应的画面 比如在《在别康桥》中 徐志摩写道 那河畔的金柳 是西洋中的新娘 是不是感觉如同亲贱呢 那徐志摩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实是因为 他对事物的选取相当到位 而又添加了色彩的缘故 为了表达鸟挪的姿态 徐志摩特地选取了柳树 作为描摹的对象 而为了增强美感 他又给这棵树 涂抹上了金色的光辉 一下子 这个画面 就进入到读者的脑海之中了 徐志摩的诗歌 不仅音乐美 绘画美 其实还有建筑美 下个视频 《在别康桥》中 我再给大家细细讲一讲 这一讲就先到这吧 现在快去答题抢金币吧